大家好,我是秋秋,现在是荷兰时间早上6点30,距离我的飞机起飞还有6个小时,我已经在路上了。 因为现在是特殊情况,所以我选择尽早的前往机场做足准备,透过车窗给大家看看天还没亮起来的阿姆斯丹吧。 今天我就要和小伙伴们一起乘坐飞机从实际浦机场飞往上海浦东了。 OK,现在我到达机场了,天已经微微的亮了,现在我们要进去啦。 现在人还非常少,然后我到了之后已经顺利的办理了直击,现在就可以进去啦。 现在呢,办理了完了安检,然后马上就可以去登机口等着啦,希望一切顺利。 我已经到达登机口啦,但是因为现在为了避开人群,所以我就选择了比较空的角落, 然后我准备在登机前吃一些东西,然后补充一下能量,再换上防护服和新的口罩。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机场的座位,它是通过绑绳子的方式来手动进行分割的, 但同时大家也都非常自觉,然后会做得很分散。 现在是11点20分,距离登机还有一个多小时, 然后现在是在办这个健康二维码的这个申请填报。 有一部分人是已经在网上填报过了, 只需要二维码就可以,还有一个很没有填报的需要现场的填报。 接着,我们接着,是两种卡通, 我们封印的办法是没有填报的能力。 好, 特别是在这里。 要有填报的不是, 好, 特别是在这边。 可以吃看这些饭包好的油瘦。 可以帮助我们一起。 我们是否判租。 分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路径健康生命堂。 现在大家就在排队预备采集信息 现在大家就排着队 然后一个一个的做信息采集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的六点钟 但是工作人员都就位了 我现在做完了核酸检测 然后沿着这个出口就准备出去了 现在已经办理完了出关的手续 然后我们就准备出去拿行李 然后应该会安排的统一会送到各个隔离点 我们现在从新唐走出来 然后分批的上这个八十前往酒店 然后我们这一批是二十四个人 现在我们抵达了可离的酒店 现在是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为我们办手续 同车的朋友正在帮助不太会用微信填报信息的阿姨 可以看到大糖也是消毒并且重新度制过的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 我的机票也是迹经波折才最终确定下来 但是我已经感到非常的幸运 然后非常的感激 我最终能够顺利地回国 然后希望和我一样顺利回国的小伙伴都能够平安健康 更希望还留在海外的同胞们 一定要时时刻刻地保护好自己 这场对于全世界的考验一定会过去 因为我们相信英雄的力量 更相信人民群众团结的力量 中国加油 世界加油 靠近灰 靠近灰 靠近 外 lighting